季正月跟大S三月宣布結婚後 兩人的愛情故事舔到現在 日間姐夫上留在席的節目 公開分享的戀愛過程 讓大家看了超級感動 除了公開放閃 也不忘幫小姨子圓夢 告白留大神 小S接受訪問也說啦 之後有機會真的很想去韓國 不僅要自己追星 還想跟姐夫去以前去過的餐廳 最近就有網友挖出 20年前打小月四 去韓國出外景的影片 今間黃家倩也在內 重點是四人的合照再突曝光 被說世界為何停止了嘛 這個都不會老 而且大S還越活越年輕 太可怕了 當時大S看到聚聚夜 幾乎是一見鍾情 當小S跟黃家倩到韓國出外景 他們們是以工作之名 事實上是垮海追哀 而聚聚夜不但全程陪同 逛街吃飯幫忙開車門 都被散太暖太深事了 而黃家倩跟大小S的感情 也備受討論 黃曾在節目上表示 多坡的時候常常接住在大小S家 三人經歷了一段共患難的時光 所以當時才會有他同行